阿提哈德的商務艙 離我要登機的地方 走路要15分鐘 我傻眼 它整個設計呢 就跟我的LV非常的搭 我說實在 阿提哈德的顏值好高喔 它很漂亮 謝謝 看起來太高級了 我嚇到了 這蛋糕看起來超漂亮的 猜猜我多少年紀呢? 你幾歲很長 我30歲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小香歡迎收看小香一出門 我們這集呢 要帶大家開箱 阿提哈德的商務艙 像在曼谷的機場 凌晨1點半 中東的航空公司都很猛 阿聯酋、卡達、阿提哈德都很猛 所以我是非常的期待 到底阿提哈德的商務艙 到底長怎樣好不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次我會選擇這個航空 因為那時候我原本打算是要去歐洲的 但你們知道歐洲機票在暑假有多貴嗎? 很恐怖 大概來回經濟艙就要六七萬塊 我嚇死了 結果呢沒想到 我選這個航空喔 而且我全程商務艙 竟然來回只要六萬多塊 不選的人真的是XXX 反正呢我是真的對於 開箱航空公司的商務艙蠻有興趣 所以不管怎樣 我這次生日獨履呢 我一定要坐到商務艙好不好 好 那不多說 我們現在趕快走過去吧 離我要登機的地方 走路要15分鐘 我傻眼 我們要走到E2 你看有多遠 上面行李要17分鐘 OMG 好好拖好好拖 這行李箱真的很讚耶 好適合跟著我到處飛喔 哇 沒有很多人耶 謝謝 我看到空服也蠻帥的 你好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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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哇 就是這個位置 很棒 這是我的位置 我先來看一下 它這個枕頭 還有用一個枕頭到套起來 算是乾淨的 欸不是 它不是枕頭 它是被子耶 喔 欸不對 這個應該是 毯子 睡覺的毯毯 那我先收起來好了 這絕對不是被子 被子不會長這個樣子 我把它套起來好了 這邊還有個枕 還不錯 它整個設計呢 就跟我的LV非常的搭 我LV就是感覺 找到它自己的家 旁邊這邊 也有個非常有質感的 燈 開關 很像那種 我們在飯店裡面 會看到的那種燈 它的理念跟華航有一點點像 然後我來看一下 啊 我們的 我們的坦坦在這啦 欸這坦坦摸起來好舒服喔 可以 而且它有特別用這個套子套起來 所以其實看起來 它的那種規格感 又大幅提升 我們的位置其實算是真的蠻寬的 而且你看 它的墊室也非常大 這裡應該就是包箱寺嗎 我要看 欸有欸 它是包箱寺 它有全包嗎 好像也沒全包 它好像沒有全包 像日本AMA的話 它是整個包箱包起來 它這個的話只有包一段 攤酒蛋已經出現在這裡了 感覺東西非常多 光是飲料就蠻多選擇的 而且這邊還有就是介紹 就是他們有哪一些酒 光是紅酒就超多的 食物選擇也算是蠻多的 有前菜主餐 起司跟點心 我們這趟大概是要做六個小時 所以它應該是走第一餐 然後等一下到阿布達比之後 從阿布達比再做 飛機到我們的 下一個地方 你怎麼喜歡喝 你喜歡喝 你喜歡香菇 香菇 藥汁 水 當然是香菇 謝謝 你享受 很漂亮 謝謝 看一下廁所在這邊 它們的顏色真的都是以 金與黑為主 連廁所都是 而且算是蠻乾淨的 它的洗手乳跟被瓶好像就蠻普通的 然後擦手巾 然後這邊還有教學 你可以這麼細小 然後這裡有寶寶的 寶寶的地方 商務上的廁所就長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算 就是蠻普通的啦 沒有太大的特色 就是還可以啦 沒有到特大 可能有些另外一邊會比較大 但是這間已經是寶寶廁所了 通常寶寶廁所都超大的阿 那我要去尿尿了 我發現了 它這邊有一個很讚的小空間 可以包的嗎 包包包 放在這裡 應該可以吧 好耶 喔 好像無知的小朋友 怎麼還是用塑膠袋 我真的覺得用塑膠袋的不太合格 這裡還有一瓶水 如果你要喝水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拿 這裡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它也是有掛衣服的 這裡有個燈耶 感覺就是在玩機關 喔 餐桌啦 這個設計很神奇 我們把它關起來 如果你要調燈的話 這邊也全部都觸控 真的 可以給我一點英文嗎 有有有有有 英文 這邊一樣可以用觸控的方式 去調節我們的意志 想要往前往後或登 這裡的話也可以 它真的應該是舊式的啦 我想這個飛機應該是之前有改良過 然後這邊呢 就是我們很常見的 那種遙控器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有什麼電影可以看吧 我說實在 阿提哈德的顏值好高喔 剛剛在外面接待我們的空服員也超帥 然後空姐也超正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鍋葉包 一個商務艙厲不厲害 真的是要看鍋葉包 謝謝 我就說嘛 一定要用熱毛巾啊 我想說搭華航的時候怎麼會拿到是冷毛巾 我覺得怪怪的 因為通常都是拿到熱毛巾比較多 比較舒服 它是皮革的耶 蠻不錯的 好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過夜的襪子 刺巾 乾洗手 很重要 牙刷 蠻普通的就很像飯店的牙刷 沒有太大的驚喜感 之前做那個土耳其航空的牙刷比較厲害一點 喔 不錯耶 它跟我的香水 跟這個小皮包一樣的品牌 應該是聯名款 我在猜這個是乳液啦 就沒了 它沒有耳塞喔 裡面是有眼罩 它沒給耳塞耶 真的 做越讀越挑剔耶 但我覺得賺不錯了啦 期待它的食物喔 最喜歡做東東國家的商務艙 食物都很酷 有多分量也很大 市場餐廳飲料跟腰果 現在我有點這個杯 這腰果是肉的耶 你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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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告訴我 你喜歡吃什麼東西嗎? 對不起 吃什麼東西嗎? 沒有吃什麼東西嗎? 主要是主要肉 最主要的肉 最主要的選擇 我們有很多選擇 其實還有其他選擇 你選擇哪種? 我真的推薦你了 雞魚 雞魚嗎? 對,超好吃的 OK 對 Kate's going to eat one hou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ood. Is that okay with you? Yes, thank you so much. OK 哇,要一個小時準備,這食物也是有點久,我一定可以看完 看起來太高級了,我嚇到了 我們把它打開 然後就是湯跟餐前包 好的,餐餐包長得也太可愛了 麵包超可愛,它麵包包是有兩種,它應該算是主食 旁邊這條餅一點點 這樣子我稍微的期待一下它的主食到講什麼樣子 我剛剛原本想要點那個羊肉,但是它是沒有 所以我現在後來改點Chicken 因為飛機上的收音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來配音的方式來為大家介紹喔 我的主食其實就是個很普通的雞排餐 吃起來還不錯啦,但有點乾澀 然後呢,我又點了一個非常甜的甜酒 是蠻好喝的,但我比較推薦要配一點鹹的東西 才不會覺得膩口 接下來呢,我們把這個床套套到我們的椅背上面 就可以準備開始睡覺囉 歡迎各位進入小巷的娛樂時光 好啦,我一個人長途旅行呢 最怕孤單奶奶寂寞覺得冷了 雖然我這次去的阿曼也是有點熱了 只要你手中有個手機 你完全都不用擔心也不用害怕 偷偷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我前陣子阿瘋狂追的劇 庆余年 他出手遊樂 哇嗚 庆余年呢,他是首款 雙職業武俠MMORPG 巔峰巨座 好,想當初我那時候看劇的時候 完全被范賢給帥到 他真的超帥的耶 超希望自己可以當裡面的女主角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第一季他的結尾呢 還停留在范賢他被刺殺的那一刻 第二季我真的是等超久 他現在手遊出來了 我現在一定要大大大推給大家 庆余年這個手遊真的超級好玩 還有范賢啊 他遇到雞腿姑娘的瞬間 范賢夜闖皇宮啊 全部都可以用第一人稱視角去體驗 遊戲裡面呢 他真實考究劇裡面的所有場景 有范賢長大的當中 還有劇中最大的京都 京都裡的監察院 皇宮 寺廟等等 都完美還原 感覺呢 就是自己在裡面當著女主角 嘘 偷偷跟你說 他還有第一季裡面 沒有的全新劇情 可以沉浸式的搶先體驗 好的各位 重點是最後 現在我們只要參加預約活動 超多好禮送給你啦 可愛小五族可以隨時跟在你身邊 天龍弦樂刀 狹影原禁劍 而且只要參加活動 你就可以拿到 男女主角范賢跟林婉兒的同款服裝 好啦不多說 我要現在趕快來玩一玩了啦 各位趕快跟上好嗎 嚇得起來唷 是與所愛相守與江湖 亦或是追尋埋藏的真相 各位我們抵達阿布達比了 機場飛的實在有點快 我們大概預計六點抵達 現在才五點不到十分 他提早了快一個小時 難怪我覺得我睡不夠飽 大概還有三四個小時才會起飛 下一段才會去到阿曼 所以我們先去貴賓寺吧 其實我現在一點不餓 但是我又覺得來到貴賓寺 就一定要體驗一下 他們這邊到底有什麼好處 誒 說實在 目前去過那麼多貴賓寺 只有拓起航空 跟ANA在日本的還蠻不錯的 這邊有酒水 在阿提哈的這裡 也可以喝到那麼多的酒水喔 但我想不想喝 在飛機上就喝夠了 那我來看一下有什麼吃的吧 這個濃湯倒是真的蠻好喝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今天在商務艙的時候 沒有吃到蛋糕 有一些熟食 真的是很早餐的標配 恐怖的痘痘 不要 我這次來中東的原因 就是要多吃一點這個餅 超喜歡吃中東這種餅 愛到爆 龍街的大力 高度長 裡面的一個炎 在一起 更多的 人家情人 不可以各自小廚 對 剛才這麼舒服 這是開艇的 過獄 再一次確認一下 再次確認一下 第一次 第一次 再次確認一下 我的行李友跟著我的手 然後我們做的商務艙比較特別 經濟艙是站著的 商務艙就一定會有這個 商務艙的接送巴士 我們裡面是椅子的 就是全部人都會有一個椅子 嗨,商務員 你從哪裡? 台灣 台灣 你是Vlogger? 對,我是Youtuber 好,我們要出發囉 好,好,好 位置來了 放這裡 這位置的話就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有一點小型的商務艙 因為它也蠻短的啦,才飛一個小時而已 哇,我們的空少跟空姐一樣的漂亮 這邊的身材真的很好 我要頭髮用一下 我真的是狼狽的 等一下飛大概一小時就到我們的阿曼了 覺得好累喔 等一下到那邊的時候還要自己開車 那個就是下一集見了啦 我覺得我今天到阿曼應該也不會做什麼事 趕快回飯店休息,養精蓄銳,明天才能好好出去玩 而且我後面剛剛認識的朋友啊,他小我一歲 他說他才我25歲 猜猜我多少歲? 很長 很長 我30 他很可愛 重點是他剛剛還跟我講說 我怎麼會這個時候去沙漠 因為其實我這次來阿曼最大的目的是 我想要去沙漠再重新體驗一次 遊牧人的生活 之前在約旦的時候 我在野木那邊度過一晚 真的是極酷寒冷的一晚 此生難忘,我超想再回去一次 結果就是選擇要找一個沙漠來度過的時候 我想說啊,撒哈拉就是走在埃及嘛 埃及去過了,就目前沒有再特別想要再去一次埃及 然後想說好,再選一個有沙漠的 找到阿曼 然後又免簽 但他剛跟我講 你怎麼會這時候去沙漠呢? 暑假應該要去海邊 你怎麼會去沙漠 沙漠50度 50度 然後我住的地方好像也沒有冷氣 OK? We will see 而且那天是我生日 就是明天 有個小桌子 他給我上了一個飲料 Thank you so much 這比我上一個班機喝到的還好喝耶 Thank you 阿曼咖啡 Thank you so much 在阿曼這邊一定要喝他們獨特的阿曼咖啡 配上野掌 他們咖啡喝起來很像茶 有那種咖啡茶的口感 蠻清爽的 而且不苦也很順 很順 看起來還不錯耶 不馬虎的一個商務艙 這蛋糕看起來超漂亮的 看起來很像紅絲絨蛋糕 上面超精緻 上面這個應該是金箔吧 請看起來很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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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